汉字字形的演变 汉字到目前已经有很长的一段岁月了 大约有五千年的历史 汉字的字形、字体经历了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小传、历书、楷书等几个阶段 现在最普遍的字体是楷书、草书 各种字体的外形都有变化 但造字的基本方法没什么变 这是甲骨文、金文、小传、历书以及凯书 甲骨文、甲就是硅甲、乌龟的壳 骨是瘦骨、大型动物的骨头 主要是牛骨 甲骨文就是刻在硅壳上、瘦骨上的文字 有一些用来记事 大部分用来求神问骨 直的线条是甲骨文的主要色征 历书的甲骨文大部分是三千多年前的商代留下来的 甲骨文虽然不是最早的汉字 却已经很有系统了 经文是指三千年前商周期间 住在骨气上的文字 请看图片 再请大家看看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文字 战国文字是汉字字体 过渡到小传、历书的重要阶段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 也统一了文字 当时全国通行的字体 就是小传、历书 大约两千两百年前 很多人刻印章 喜欢刻小传字体 小传的确很有美感 呈现了汉字语书 当时小传笔话多 书写麻烦 所以官府写报告的时候 就请官卫帝的历人写简化字 这种简化小传的字体 就是后来的历书 为了让字体方便书写 历书自行点评 笔话有出有戏 所谓一波三折 残头厌尾 汉字从此形变 象形减弱了 历书可以说是古今汉字的分水理 凯书是慢慢由汉历转变而来的 到了大约一千五百年前 凯书才成为独立的字体 因为这种字体 常作为练习书法的凯模 所以叫凯书 华人天下目前存在两种字体 一种是传统字体 一种是简化字体 哪种字体实用呢 传统字体保留了传统的汉字结构和艺术之美 笔画是多了点 但便是阅读速度比较快 简化字体 其实早在一些年前就流传于民间了 就是手写简单 写得快 但便是阅读速度就慢了点 汉字是世界上少有接近沟通与艺术的文字 虽然笔画多了些 但我们鼓励海内外朋友多练汉字 练字不但能陶冶身心 还能为后代留下记 谢谢观赏 如果喜欢 请帮忙分享 点赞或留言 我们下回见 谢谢观赏